是说的那个柏牙抚琴 玉子漆的那个故事是吗 是的 为什么要编排这样一个作品 就感觉冥冥之中特别地适合你们 老师来说吧 对 因为舞蹈是我们的本行 是我们最热爱的一个灵魂的伴侣 之所以选择这个知音 其实知音是一面镜子 能够看到我们心照不宣的 内心的想法和冲动和热情 所以知音其实我觉得是 最贴合这个舞台 也最适合公子来表现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选择了他 其实舞蹈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知音 因为我觉得人不能没有朋友 就像我不能没有舞蹈 所以老师也算是你的知音对不对 对 是我的老师 是你的老师 是的 你是真的 以前就是他的老师 我说一下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 是我18年的时候 正在议考 当时我说 哎呀 不会 这个主考官里 有我平时在手机里 看到的那些大神的老师 坐在那儿吧 我一推开门一进去 朱寒老师坐在正中间 我当时胆子都吓坏了 然后见到朱寒老师之后 他说我想起你来了 那个当时花鼓灯跳得挺好的那个小孩 我一下觉得朱寒老师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非常有缘 我们之后又合作了很多的舞台 这样就慢慢成为了老师之间的关系 我之所以为什么一直会信任公子呢 是因为我看到了几个字 一个是勤奋 一个是努力 最关键的还有两个字 叫做慧根 他有这个慧根 我相信这支舞蹈 是他所有舞蹈里面学的最短 最快 但是最难的一支舞蹈 因为他有这个基本功 没有丢 就是没有忘记他自己的那个初心 一直是坚守这个行业 所以我尊重他 也来到这个舞台和他共舞 我觉得太好了 对 一个就是他的老师一样呢 他跳起舞的时候 那个小范儿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运啊 太好了 然后呢 他的学生跟着他一起跳的时候 他的那种年轻的那种活力 在这足足的 还在跟老师学那个运呢 因为这种运是他需要时间的沉淀 你别看那个老师 那个做一下那个动作 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就那个小东西是很难的 你跳得这么好 你跟一个舞蹈家 那朱涵 那对吧 唐叶里边的绝对的 Top级别的这样的舞蹈家 你跳的时候毫无逊色 过奖了 过奖了 朱涵老师是我们